本席 目前彰化剧療院急診部 這幾天真的是冷 都十幾度,甚至更到十二十三度 凌晨一個冷的溫度 來急診的人數也是相當多 我從1月1號到現在 急診量差不多有3300位 成人差不多2800 兒童差不多500位 中風的案子特別多 這幾天10幾天來 我們統計差不多要40位的中風病人 急性心肌梗塞有30位 腸胃道的出血 尤其這三天 每天差不多有6位 6位的腸道出血 肺炎這三天 左右一天差不多平均有20位 都相當的 這個含流要相當的注意 OCA都平均一天以為 所以這種寒風到天氣冷 大家出外一定要小心 那保暖當然最重要 保暖我們所謂的 綿頸部雙手雙腳 如果保暖的話 可以保暖身體的溫度 可以保護到50%到70% 那年紀大人要小心 但是OCA最近這幾天 OCA都是80幾歲 評審有心臟病高血壓有心 那一些藥物的服用不是很準時 所以尤其現在的高血壓 能氣能血壓會高 那高血壓有時候藥物要調整 要找醫生調整一下 那出外呢 盡量是那麼冷盡量不要出外 我們發覺車禍的Case還是有 因為手腳的反應不那麼好 尤其是老年人拿個拐杖 比如說上坡下坡 如果他要左小 對手就有一點Pakkinson的疾病的話 下坡要相當小心 有時候會跌倒 這個要很注意 說外傷也要注意一下 天冷大家一定要保護自己 保暖自己 盡量能夠不外出就不要外出 萬一遇到外出一定要保暖 服藥正常服藥 謝謝 謝謝